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汉武帝犯愁的时候 有个精灵鬼给汉武帝出了个鬼点子 建议他实行推恩令 这主意666 推恩令是咋操作的呢 以前诸侯王去世 由敌长子一人继承诸侯国的所有地盘 现在嘛 换一种玩法 让诸侯王的其他儿子 也都从诸侯国分一块地盘 建立侯国 嘿嘿嘿 不要抢不要抢 人人有份 推恩令只是让诸侯王的一帮儿子 瓜分了诸侯国 除了敌长子不乐意 其他儿子倒是纷纷点赞 陛下 我们为你打扣 推恩令不但可以避免 逼反诸侯王 还能达到削弱诸侯国的目的 嘿嘿 烧香顺便看和尚 一举两得 一个个强大的诸侯国 被分割成无数个侯国后 汉武帝继续找茬 嗯 这106个诸侯上贡的黄金橙色 为啥有问题啊 是不是看不起我 马上让他们全下课 就因为诸侯上贡的黄金橙色有问题 汉武帝曾经一次炒了106个诸侯的鱿鱼 这道路我给100分 从此以后呢 再也没有诸侯国有能力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了 而皇帝也轻松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大哥 请收下我们的膝盖 第二件是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 汉武帝一生命下 霸触了百家学说 独尊儒家学说 是儒家思想一跃成为2000多年来 封建帝王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嗯 儒家学说就是好 别的学派像根草 第三件是吊打匈奴 在大汉空前强大的时候 仍在坚持跟匈奴合亲 但匈奴人偏偏作死 仍然动不动到大汉搞事情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汉武帝可不是软柿子 不但不再跟匈奴合亲 还派大军收拾匈奴 直接把匈奴人打得是生无可恋 再也不敢来骚扰大汉了 翻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 打败匈奴不但扩大了大汉的疆域 而且还为后来把西域纳入中国版图 奠定了基础 大汉的地盘很大 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与此同时 汉武帝还派张谦出使西域 并开辟了丝绸之路 老板 麻烦把路费给报销一下 第四件是求仙问药 晚年 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 都想长生不老 便四处找神仙 练仙药 结果呢 影响工作不说 还白忙活一场 大汉如何才能长生不老啊 保持呼吸 不要断气 第五件是污谷之祸 有个大忽悠跟太子有仇 便诬陷太子用巫术诅咒汉武帝 汉武帝上了大忽悠的蛋 结果导致太子被冤杀 汉武帝的一生虽然建立了丰功伟绩 但由于他四处征战 重用酷吏 滥用名利 搞得民不聊生啊 晚年 他向天下人写了一份触及灵魂的检查 叫轮台罪己诏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错得太离谱了 七十岁那年 汉武帝去世了 他的小儿子继承了皇位 他就是汉昭帝 汉昭帝跟他儿子汉宣帝都非常给力 创造了四夷兵服万邦来朝的昭宣忠兴 打火轻兄弟 上阵父子兵 但是接下来的皇帝一介不如一介 皇帝个个不争气 外戚却个个逆天 外戚呢 也就是皇后和太后的娘家人 结果有一天 西汉的江山被外戚王莽给抢了 抢劫了 抢劫了 你叫破喉咙都没有用的 王莽抢了西汉的江山后 建立了新朝 西汉王朝就这么黄了 西汉不去 新朝不来 历史知识点 汉武帝这人 你说他是暴君吧 他有雄才大略 英明神武 你说他是明君吧 他有穷奢吉语 穷兵独武 但不管怎么说吧 他万年曾给天下人 写过一个检查 并且进行了自我批评 仍算得上是一位 很不错的皇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